哈啰,大家好,这里是风和韧力工作室,我是Alison 今天我们来画包装系列的水彩画 主角呢是意大利面的番茄酱 这是一个叫Pribo的牌子 好的,我们开始画吧 番茄酱的主色当然是红色咯 先沾一点点的橙红色 记得以水混合 淡化颜料,再慢慢的加深橙红色 因为需要一直重复在同一个位置上色 最好是300GSM的 而我现在用的这个牌子呢,是Daler Roni 而且价位不会太高哦 可以先把所有需要橙红色的部分涂上 我们的参考图比较安的位置 主要是在罐子中间 所以我们可以让中间的部分稍微多一点颜料 我们的布图比较大 在这边说的阳光市里面的地方 我们的布图比较少许多一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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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如果你一邊練習學材一邊觀看影片 視頻太快記得暫停喔 接著塗上綠色的部分 再來是蓋子的部分 蓋子的上方可以塗深色一點 因為那裡的光線比較少 PREGO字體的部分 可以用較細的筆刷描繪 這樣會更加不容易出錯 然後呢加深葉子的顏色 以及其他細節 塗上藍灰色的影子 影子可以讓整體加分 現在我試用了白色墨水 體亮高光的部分 接著用白色筆寫上traditional 沒有白色的筆 塗上紅色底色之前 就需要塗上留白頁 最後可以用木顏色加一點細節 可以來回檢查哪裡需要加深細節喔 我用的木顏色是水彩木顏色 所以碰到水會暈染開來 好啦 終於完成了 畫完了肚子超餓的 希望這次你們有學到新的水彩知識 祝你們有一個美好的一天 掰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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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